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一次短暂的探望 这也成了父母十分盼望 又非常揪心的时候 看着女儿病情一天天加重 他们感到十分无助 妈妈来啦 娇娇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她的到来给整天忙碌的父母增添了许多欢笑 父母给她取了一个别致的名字 娇娇 希望她善良可爱 在医院里面出院的时候还是很好的 直到一个月的时候发现她全身皮肤比较黄 然后眼睛那个拱膜也是黄的 然后我们就在跑去医院里面问医生 就说小孩子有先天性的疾病 就让我们转到广州这边医院来了 来到广州后 经过多家医院检查 娇娇被确诊为先天性胆倒闭所 要在三个月打肢内做手术 否则会危及到她的生命 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这手术是对她好还是对她不好 很矛盾的 做家长的人很矛盾的 让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做开服手术 父母确实有些舍不得 可是不做手术 娇娇的病情又怎么办呢 感觉好像看不到未来 又不舍得 因为开心也很有的 她很乐观的 比较可爱 然后资历也是比较好的 只是生长情况就比童年的就慢一点 最终 他们还是在娇娇两个半月大的时候 为她做胆肠吻合手术 由于娇娇的胆道闭锁严重 连肝脏中的胆道也是闭锁的 手术后依旧没有胆质流出 而摆脱这种困境 只能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于是他们来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当娇娇的父母表明了来意之后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双方面前 医植是一个跟其他的依赖技术不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资源制约型的一个技术 说白了就是说 虽然有器官才能做开展器官移植 器官是人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人只有一套 目前科技水平还不能生产或再生这类重要的器官 因此焦焦能否进行手术 关键是移植所需的肝脏 究竟从何而来 按照目前我们舒服的情况统计 国内大概是有30万人在等着需要做肝移植 实际上现在我们等待肝移植的患者 99%是没有条件 来接受这个移植的 面对这种情况 作为母亲 看着女儿病情一天天加重 她心如刀脚 决定将自己的一部分肝脏捐献给女儿 可是在移植前的配型检查中发现 母女间配型达不到移植要求 手术无法进行 当时就想着把我的肝捐给她 但是我的肝跟她血型又不合 在这里检查过 又只有等肝 这样就给婴儿的生长发育带来了严重影响 两岁时体重不到10千克 而更让人们担心的是 长期胆道缺失 使她体内其他器官受到了严重损害 就是去年的时候 就是说她的肚子就比较大了 然后那个皮啊肝都不行了 肝脏呢在我们体内是最大的一个叫代谢器官 很重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解毒 就是说呢 比如说咱们吃有毒性进来吧 它先经过肝脏 胃肠道的肝脏 它会解毒 如果我们就肝脏这个没有功能了 它就不能解毒了 就等于说咱们这个家里这个污水都排不出去了 所以呢 整个这个人体的细胞就生长在一个 很这个污轴的一个环境里头 看着娇娇的脸色越来越黄 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家人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如果不做的话 它就只能一天一天 情况越差越来越差只能没有了 是不是 如果我们不想那么多 然后医生反正也会给我们想见办法了 是不是 我们就想着说不定以后也很好了 正是这种信念 让娇娇和她的家人苦苦地坚守了两年多 而病床上的娇娇 也越来越懂事可爱 她一岁多就很会唱歌 然后像那些鹅哥十多首的鹅哥 他的歌词全部都记得 只有听几遍的那些鹅哥他都会唱的跟着 然后会撒娇 然后也算懂事把每次吃药 他都会很乖的把口张开 让我们喂进去 都很乖的这些 但是时间越长越舍不得 不久前 娇娇的病情开始恶化 肝功能急剧下降 生命危在旦夕 不得不转入重症病房 普通病房 是根据疾病发生的原理 探索疾病治疗的规律 而RCO呢 他管理的病人都是 危急到生命的疾病状态的病人 而这一类的病人 至少都会存在一个或两个 或更多的脏器系统功能衰竭的 危急到生命的情况 面对每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 正是这些检测设备 为及时有效救治 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和保证 而当一些患者的器官 出现严重衰竭时 这里的生命支持系统 又可以暂时起到代替作用 为下一步的治疗 赢得宝贵的时间 其实重症医学病房 早在1923年就已出现 当时受设备限制 发展得十分缓慢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 和重症医学理念逐步完善 重症医学科 开始迅速兴起 1991年 我国开始普遍建立 重症医学科 数据显示 经过重症医学科的救治 90%的重症病人 可以获得新生 因此许多患者和家属 愿把这里叫做 撑起生命的绿道 然而 像焦焦这种 由先天性胆道 壁锁而引发的肝功能衰竭 重症医学病房 虽然能够暂时控制住病情的恶化 但接下来的肝功能衰竭 生命将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 聊言如也提示您精彩继续 重症监护室 是抢救危重患者的地方 在生命垂危时刻 他们是如何挽救了 一个又一个生命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撑起生命的绿道 就在焦焦的生命 岌岌可危的时候 另一个刚刚到深圳的男孩 向张祁 突然遭遇了不测 家住湖南洞口县的向张祁 离开老家来到深圳 16岁的他 还是第一次离开家乡 来到城市 看到每天喧闹的城市 让他有种 应接不暇的感觉 这天中午 吃过午饭后 向张祁感觉有些疲倦 便躺在表哥的床上休息 晚饭时分 仍然没有起来 他的表哥过去叫他吃饭 这时才发现 向张祁已经严重昏迷 于是叫来救护车 将他送到医院 两天后 向张祁的父亲 带着东挪西界的几万元钱 从老家来到了医院 当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向张祁已经死亡时 他们根本无法接受 向张祁一没有受到什么外伤 二身体也没有什么疾病 怎么睡个午觉就会死亡了呢 原来向张祁的脑内 有一个苹果大的肿瘤 睡觉是破裂 颅内长时间出血 导致脑干和大脑严重损伤 直至死亡 那么既然已经死亡 仪器上为什么还有呼吸和心跳的显示呢 我们说在监视频看到呼吸 是我们给他上了呼吸机 他这呼吸是什么呼吸机 那个带动的吹的 不是他自己的呼吸 这种病人一旦撤掉呼吸机以后 他这个心跳很快就会停止 为什么呢 他也没有自助呼吸 没有自助呼吸的话 他这个很快去呀 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 管理呼吸和心血管循环等功能 如果脑干受到结构性损伤 或代谢性疾病引发的损伤 就会造成脑干死亡 脑干死亡 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状态 脑死亡有别于植物人 植物人脑干功能存在 昏迷只是由于大脑皮层 受到严重损伤 或处于突然抑制状态 患者可以自主呼吸 心跳和脑干反应 而脑死亡则无自主呼吸 是永久不可逆的 老死亡实际上比心死亡 更具有传闻性的 对死亡的一个判定标准 因为老死亡 现代医学证明是不可逆的 是绝对百分之百是不可逆的 你心脏死亡 心脏停跳 它可以抢救过来 你心脏一直都没有心脏 对吧 肯定遇到世界上 人是没有心脏的 它一样可以挽救它的生命 所以心脏死亡作为一个标准 实际上已经是过时的一个标准 是不严谨 不传位的一个标准 目前世界已有90多个国家 设立了脑死亡标准 50多个国家立法 我们国家于2009年 由原卫生部推出了 脑死亡标准判定 脑死亡它两名独立的医生 而且要一定资质的医生 比如说腹膏以上的医生 分别做出判断 它有一下一些客观的一些标准 比如说脑电头直线 脑血流头是没有 就是脱脑是没有血流的 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查 还有一个标准 而且它要多次评估 它不是一次评估就算数的 它要第一次评估以后 12小时再评估 仍然确定老死亡无疑的情况下 才能做出老死亡的证断 因为这世界判断一个人死亡 是非常严谨 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 像张琪的父亲 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脑死亡概念 但他拉着儿子尚有体温的手 久久不愿放下 看到儿子仍然毫无知觉的样子 他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 临别时 他在病房外迟迟不肯离去 最终 他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 把儿子的器官捐献给那些 急需救治的患者 让儿子有用的器官得以延续 让那些急待救治的患者 得以康复 我们死后 其实上最好的是 把自己能有用的东西 贡献给社会 把这个大爱遗留在人间 那么奇观中心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他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赚掉了 这个是最无私 最能体现爱 一个人爱心的一个主动 当娇娇的妈妈得知这一消息时 他对向张琪及他的家人 所做一举感到十分敬佩 同时也期盼着弥足珍贵机会 能给焦献的生命带来转机 但是 由于向张琪为O型血 几乎所有等待肝移植患者 都可以受用 在根据有关部门制定的 人体捐献器官 获取分配管理规定 焦献只排在了第四位 从分配原则上看 焦献很可能与这次肝脏移植 失之交病 这一结果立即引起了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 有关专家的关注 人体 需要肝脏重量是人体体重的1% 比如说我60公斤 我需要600克的肝脏 一个肝脏就是1000多克 所以两个成人 如果是体重重的话 两个成人是不够的 但是一个小孩一个成人 基本上是问题不大 从肝脏可以再生的角度来讲 将肝脏批成两部分 分别移植给一个大人 和一个小孩是可行的 他们也成功地进行过 这样的手术 但这会给手术 带来极大的难度 需要多方配合 密切协调 他就肝脏了入路的时候 他这个门静脉和肝动脉 肝和胆管 它都是两条 那我劈开一边一 一半就对了 但是出口地方 他的静脉是三个 那就遇到个问题 中间这个给谁 第二个 这个大人的血管 他跟小孩血管 它是不对应的 咱们就要把他这个血管整得一样 就是口外要对接得好 第三个 他这个小孩是一个先例的胆道臂所 所以他没有正常的胆道 咱们要把那个小孩的肠子 接到这个供肝 这个胆管上去 咱们这个叫胆肠吻合 第四个就是 这个肝脏咱们 重上去以后 它这个断面是我们人为的去切 所以它这个肾血 也比较明显 器官移植不同于其他手术 在移植过程中 不仅要对原有的器官进行处理 还要将移植来的器官接上 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无疑是目前手术中 最难的一项技术 特别在器官短缺的情况下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许多人已经由一个器官衰竭 发展到多器官衰竭 使原本就短缺的器官更加紧张 也给移植技术 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陆先生38岁 在这次器官分配中排在第一位 七年前被确诊为肝功能衰竭 由于没有合适的肝源 体内许多器官受到了影响 一般来讲肝肝功能损害 要到80%以上 才体现出明显的肝功能损害 这种一些症状 一般来讲 我们晚期的肝金化碗 严重肝功能损害 肝功能损害都在八九层这样 甚至就是你基本上到了比较晚期的时候 可能它的功能可能不到它正常 百分之四 七年中 它的肝功能有五年达不到正常值的百分之二十 长期肝功能的缺失 使它的胆 皮 胰 胃 十二指肠 部分小肠等器官 先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如果要彻底改变目前状态 它上腹部分的器官几乎要全部更换 而且短期存活率不到百分之五十 卢先生曾经放弃过治疗 对于我来说 我没有哪一天能够想起来 哥哥的这个病能够安心入睡 做不到 因为每一次想起来 就是感觉这个时间都是 一点一点都把它从你身边就带走了 2016年 当陆先生得知 我国多器官移植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并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时 他又有了深的希望 以往 向陆先生这种状况进行移植 手术规模极其庞大 发现这个创伤实在是太大 这个病人生存率不高 病发症多 所以我们想 如果治疗良性病的话 这样的结果肯定是没有前头 由于移植器官过多 移植过程要将副主动脉进行阻断 再在副主动脉上打孔 与移植器官动脉吻合 将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影响 因为副主动脉是人体最大的一条大动脉 你阻断以后 病人的血压就忽高忽低 就非常不稳定 而且一阻断以后 它整个下肢内脏的血 血供没了 肾也没血了 甚至肠子都出血 这个损害肯定非常厉害 对于门静脉来说 由于它又细又长 在手术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扭曲 血栓等问题 也是血管重建中的 一大难题 另外大量免疫试剂的使用 也会造成术后感染等问题 为解决这些难题 早在二十多年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开始探索新路 准确地说是88年开始 我们做了五年 五年多的动物实验 这五年不是三年大雨 两天晒网 是每个星期都做 各种术式都做了尝试 背脱式的 减体肌的 辅助性的 联合移植 多器官 可以说 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 那时候失败是常态 成功是很幸运的事 因为没有经验 那是吃得苦 所以每个环节都出过问题 有些是匪夷所思的问题 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 使他们在多器官移植领域中 闯出了一条新路 创新第一个 去缩小手术规模 因为良性病 它不是像肿瘤 它不用切那么多 我把正常的保留起来 直切肝 一线的设置肠 胃都不动它 这个手术规模就小了 第二个的最重要的创新 是动脉重建 通过一个动脉大桥技术 就把它解决了 在移植前 从捐献者的恰骨上 取下一段血管 在体外与移植器官的动脉接上 然后再接到腹主动脉上 这样腹主动脉上 就不用打孔了 也不用阻断腹主动脉 有效避免了意外的发生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创新 还有一创新 就是消化到重建 以前吻合口有三个吻合口 三个地方要做吻合 我们现在变成只有一个吻合口 这吻合口少了吗 发生长漏 这个变化的几乎就少了吗 而门静脉的创新 则是将受体的门静脉 直接吻合到宫体门静脉的后壁 这样既解决了路径长 血管细长的问题 也解决了血栓和供血量不足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 免疫之际这个方案上 我们也做了创新 因为以前这个概念 一直这么多器官 抗拍尸 拍尸肯定很厉害 用很强的免疫之际 而且用四种药 后来我们经过实验研究 发现 你一支器官多 反而拍尸少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发现以后 我们就对免疫之际的方案 就进行大幅调整 我们就按照一般的肝移植 这个方案 两年 两个药 而且浓度也比以前降了一半 就发现这样效果特别好 又不发生排斥 然后感染 其他的那些相关的病发生 就大幅的减少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创新 这项多器官移植技术 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2015年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所以 陆先生在放弃半年多的治疗后 决定在这里进行 多器官移植 去年年底 在相张旗 脑死亡十六天后 医护人员为相张旗 举行了简短而庄严的 告别仪式 向张旗兄弟 我代表 深圳红社会 还有我们的医疗团队 以及我们整个社会 终心感谢您 及您的父母 您的家人 把您有用的器官决心出来 救助其他有需要的病人 奉系给这个社会 我们全体终心感谢您的大爱之心 一级公 二级公 三级公 然后他推出去 那个重症监护室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感人的 为什么 就是说得到他捐助的 所有的家属 能够站起来的 这个都是在目送 并且就是在祈祷 祈祷这个孩子能安息 此次向张旗所捐献的器官和组织 除了陆先生和娇娇外 还有六位患者受益 春节前 这些多年要在病房过节的人们 终于回家过年了 病人清醒状态下开颅手术 看似危险的手术 考验的是医生的精准判断和精细操作 更惊叹新科技 对命运的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